這個標題下的也是有點亂七八糟 當然如果我吸引你進來的話 我們還是要學點英文 那標題說的是為什麼女人越來越愛看暴力的色情 那色情就是我們說的porn pornography 那為什麼女人越來越愛看 violent的這一種裡面有aggression的這一種呢 所以這邊這個報導有在探討這個部分 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企圖 前面講的東西我們就跳過也不要說跳過 我們很快看一下 所以這邊有說一下說從性別來分的話 男人愛看什麼女人愛看什麼 男人就先不看我們今天專注在女生身上 所以女生最喜歡的lesbian Japanese melf threesome mature hentai anal ebony這些的 稍微解釋一下lesbian就女同性戀 Japanese日本的melf就是媽媽年齡等級的 threesome就是三人型 mature就是成熟的hentai就變態的 anal就是PP這樣子 Ebony是黑人 amateur是業餘的 所以不會這樣走下去 好所以女生看的種類大概是這一些 然後他這邊接下來說 這一大堆是女生看的比男生多 OK所以女生會看scissoring 這scissor就是剪刀 那怎麼會有剪刀 有女生在一起玩的時候 就是像一個剪刀一樣交纏著 所以這個叫做scissoring 比男生多了170% 那他們也喜歡看solo的male 所以男生的毒秀 就他們喜歡看的比男生還多 這我大概可以理解 就女生的人口可能還是比gay的男生的人口多 所以solo的male自己在那邊拷槍之類的 所以女生看的比較多 那什麼什麼licking他前面把這個字給sensor掉了 但我們就不管填什麼東西 那用手指頭110% lesbian女同性戀104% 所以大概這樣好我們重點是要往下看 往下看看的部分是 為什麼女生會喜歡看暴力型的 所以這邊再往下的話 女生會搜尋的這種BDSM種類的 那BDSM就是那種就比較 捆綁啦調教啦 或者是玩sm的這一些 sadist masochist是不是這樣念 我有點忘記了 好所以反正這邊是女生會搜索的一些種類 就例如說同性戀的BDSM163% 或者是spank spank就是打打屁屁之類的 然後finger就是用手指頭 那或者是很dominant的submissive 就這個dominant就是很主導的 OK那submissive就是去臣服於人家的 所以這邊就是也是好 那還有daddyspank 像爸爸一樣打打小女孩的 有一種種類叫DDGL Dom daddy little girl DDLG我講錯了 好前面都講的有點快 但總之他這邊整理出了一些女生方面的數據 好重點來了 所以為什麼女生會比較喜歡看暴力一點的信這樣子 所以這裡說有兩個理由 2explanations that these people evalua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were 1.sexual blame avoidance 2.sexual desirability 所以第一個 sexual blame avoidance avoidance就是躲避 blame就是怪罪 我光看這個字我覺得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女生有信譽 可是他們不想要被認為有信譽 或者是這樣 他們可能會覺得就是反正 還是被信方面有訝異或之類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如果今天他是被用暴力的方式來征服的話 他就能夠 釋放他的信譽 而同一時間他必須他就不需要背負著 他自己想要這個東西的事實 OK 好有趣喔真的 來所以我再把我下面這段讀一下 所以他長話短說 Long story short The women were found to either be sexually repressed or expressed wanting to feel sexually desired 所以女生就 他們就這些女生被 被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他們要不就是sexually repressed 也就是說剛講的信方面有訝異 或者是 They're sexually wanting to feel sexually desired 所以 對不起 Expressed wanting So 所以他們呢 他們表達出想要被人家 想要 這說的好 中文好奇怪 But they want to feel sexually desired 我再說一次 They want to feel 他們想要感覺 感覺什麼呢 感覺他們是被人家想要的 所以女生渴望被人想要 大家可以理解吧 So they want to feel sexually desired They want to feel desired 所以你看這裡講到一個被動 被動的 所以他們想覺得希望能夠被想要 So they are either sexually repressed or they want to feel sexually desired 但是很不幸的是 很不幸的是 這些女生的對象們 通常就是對他們展現出了興趣缺缺的狀態 因為他們寧願去看A片 所以這一點我稍微讀一下 So as a side note These feelings are all too familiar to women who experience a lack of desire from their partners who consume porn 所以這些感覺很不幸的是 are unfortunately too familiar 所以這些感覺對這些女生來說都真的太熟悉了 所以這裡的totot的結構並不是太怎麼樣以至於不能怎麼樣 因為他中間加了一個all在裡面 所以這裡我倒是可以說一下這個英文的教學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個to什麼to什麼的話 我們都在國中學過這個expression 就是我太怎麼樣以至於不能怎麼樣 OK 所以例如說我發生一個很不高興的事情 可是我太悲傷悲傷到哭不出來 I'm too sad to cry 雖然這可能聽起來蠻奇怪的 可是這是正確的文法 好太悲太悲傷悲傷到哭不出來 所以這個是太怎麼樣以至於不能怎麼樣 可是如果加了一個all all too什麼什麼to什麼的話 這個結構就不再是樓上的意思了 OK 所以這裡才說的是 而且後面這個to並不是 並不是那個後面就是不定詞的一部分 所以我再讀一次這邊給你聽 so these feelings 這種感覺就是沒有被想要的感覺 these feelings are all too familiar to women 所以對這些女生來說太熟悉了 什麼樣的女生呢 用互乎關係代名詞來拉出一個關係字句 來補充這些女生的資訊 什麼樣的女生 so there are too familiar they are all too familiar to women who experience a lack of desire from their partners 所以他們體驗了一個缺乏渴望的狀態 從他們的partner身上 所以他們的partner不想要他們 right so they experience a lack of desire 缺乏了desire from their partners 而這些partner呢 反而就看了一片 so from their partners who consume porn 所以這些partner寧願看一片 也不要跟他們做愛這樣子 OK 好 所以他進一步再跟再解釋一下 so in other words 換句話說 for the first explanation 所以剛剛的第一個解釋就是性壓抑 Women who generally are unable to feel like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sexually have rape fantasies so they feel free from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sexual desire 說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知道長句子大家可能不好看得懂 所以這裡這個Women是主詞 那他的動詞呢 就是have這個動詞 所以女人會有被強姦的幻想 Women have rape fantasies 什麼樣的Women 這邊這一整條都是形容詞子句 就是這樣的女人 so women who generally are unable to feel like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sexually 所以那些女人 什麼女人呢 就是一般來說沒有辦法表達出他們的這種性欲的這種女生 也就是剛說的性壓抑 所以性壓抑的女生 have rape fantasies OK 他們有這些被強暴的fantasy 為什麼有 所以他用了一個so或者so that 他的that剩掉了 so they feel free from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sexual desire 所以他們有了這些被強暴的幻想 他們就能夠去 不需要為他們的信譽負責任 OK因為我是被強暴的我不是自願的 所以我就不用為我的信譽負責 OK好滿足了信譽 可是我不是被逼的這樣子 可是其實是我這樣講好真正不正確 我不知道這一集會不會被人家黃標 但沒差啦 做起來好玩就好了 黃標就標了 我如果頻道沒有了那也就算了 無所謂 但我們再把這個句子讀一次 Women who generally are unable to feel like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sexually have rape fantasies so they feel free from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sexual desire 好長文句子 而第二個解釋 and the second explanation relates back to women who feel sexually unfulfilled and express their fantasy through forced sexual acts feeling wanted and desired by being controlled 簡單的說啦也就是說 他們在這個狀況下會覺得他們有被想要 所以他們覺得這反而是高興的這樣子 ok 那你說我個人的這方面的體驗 就是我跟女生的這些 我所認識的女生有沒有這樣的desire 我坦白跟大家說還真有 ok我認識的 相當高比例的女生其實是希望被粗暴的對待 那你說可能是我活在一個比較奇怪的同溫層裡面 有可能我不能說這不可能 可是可是這個比例真的身高就是 而且而且我我在認識一些 不是我這個同溫層裡面的女生的時候 那我們有時候聊天 聊入了比較深的話題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女生其實 他們可能偷偷的還是會想把這個東西給表達出來的 所以每次我跟一個比較新的朋友聊天 聊聊久了聊到這方面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願意把自己打開來 然後說一說他們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所以當他們表達真正的想法的時候 他們也是說 其實我內心還是有那麼一點渴望被人家搶壓在搶 這個壓在牆壁上 然後這個就是忽來忽去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不能 Stereotype 任何事情 我只能說這個報導 印證了我對很多女生的理解就是了 這樣所以我才覺得說這個值得做一下 反正是個報導 好 那希望我這一篇不會被黃標 如果我會把黃標的話 我們就幾個禮拜後再見 各位 或者如果頻道沒了那就算了 你說真的 我最近有那麼一點做的小倦怠感 我必須要說 因為可能是有點不太確定我現在人生接下來的目標在哪裡 那做頻道仍然是我做了開心的事情 可是可是有那麼一點點覺得這好像這個是不是我 人生所剩下的東西 還是我有別的東西更應該去pursuit 我目前還說不上來 所以那我希望這個倦怠感慢慢是可以隨著時間漸漸消退掉 因為每個禮拜我要錄影片的時候 我還是會有那麼一點點期待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You know something fun something interesting something that's trending OK 可是因為我現在沒有在補習班教學了 所以我覺得我在教學上也漸漸開始會生疏 這是難免的 那我還有資格教訓我嗎 我也不知道 慢慢這樣申訴下去 我可能真的只能當一個分享者 我能夠教什麼東西 你要我講文法 我已經好久沒有講文法了 but so I don't know we'll see how things go 我也不能很definitively的說頻道會停下來或什麼的 應該是不會啦 我還是覺得每個禮拜分享一點東西 還是是一個很rewarding的一個體驗 尤其大家有時候還是會留個眼跟我做一些互動啊什麼的 我看了都會覺得很開心 I'm sharing something that people value and that's important to me OK that kind of proves that I exist OK So my existence is pretty much dependent on this kind of validation from strangers like you who watch my video OK 所以 那有這個東西就還是不錯 and also it doesn't really take a whole chunk of my time Right 所以 那能做下去是自己做下去 可是如果不小心這篇被黃標了 我可能就被逼著休息一段時間 甚至如果整個頻道不見了 我會不會有心再開一個我也不知道 好啦這有點扯遠了 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